上海有30多位老人因为太小便宜被判刑 干啥呢 就是用社保套药物 用他的社保卡买药 然后再转家卖 这里就说啊 犯罪了 都判了一年到三年不等的星期 还是缓刑是吧 都不用坐牢 冲中啊 获利上万 评论呢 都说太小便宜吃大亏 老年人要增强法律意识 说奇怪 上海老年人养老金都这么高了 生活没问题了 干嘛还干这个事呢 触犯法律要严惩啊 那你还奇怪啥 那些个据说拿着高退休金的人 到了美国去 到了欧美国家去 还要领他 还要骗他们的那些个社会保障 占便宜的事儿 它会体现人的智力优越感 有快感的 白给的谁不要啊 一万块钱 一千块钱也要啊 但是这里还是透露出一些问题 他用他的社保卡买药 再卖给一些个人 那些个人肯定没有社保卡呀 或者没有这个相应的福利啊 如果大家福利都一样了 谁干这个事干啥呀 我用你的这个社保卡 你那个花五块钱买来卖我卖十块 如果我自己有社保卡了 我就也买五块的不就完了吗 我非得买你那个十块的干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福利 有一部分人 如果没有不用你的社保卡 我自己买 我要花五十块 花一百块 当然我要贪你这个便宜了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让我们这个福利要均衡 那这个问题就消除了嘛 要不然的话 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还会有人继续干 主要的原因不是人的道德的问题 是福利不均衡的问题